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小小就常常被老爸罵 就是吃飽飯就喜歡到處走啊玩啊 不要走啊不要玩啊 吃飽飯啊 你就是這樣會有盲腸炎啊 這個對不對 我想問問楊醫生 這個說話是準不準確啊 吃飽飯不要到處走 否則的話會有盲腸炎 其實就沒有什麼根據 因為盲腸就在大腸開始的位置 有一條尾這樣走出來 因為我們右邊有大腸 有一條尾這樣走出來 這條就是盲腸 在人類裡面盲腸其實沒有什麼用 所以它退化到只有一條尾 兔仔那些吃很多菜那些 吃很多草那些 盲腸就很發達 小腸就好像這樣 經過大便經過小腸 經過右腸就去大腸 盲腸就定出來 盲腸的成因 盲腸炎的成因 通常是有個蓋化了 或者硬化了大便 掉了到盲腸裡面 塞住了盲腸 而導致去發炎 但是問題是小腸 就是由吃完東西之後 到小腸這個位 其實要經過胃消化 一個多鐘 經過胃消化完之後 經過十二指腸 再走五個米的小腸 才去到這個位 所以吃完之後 立刻跳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去白癡 吃完東西之後 要去到這個位 其實都在講兩三個小時 好了 幸好今天 鍾瑋陽醫生 立刻解釋給我 我多年的迷思 因為我和小朋友 都在小的時候 他都是這樣說 老爸說 我餓下自己的女兒 不要真的走有盲腸炎 其實兩者沒有什麼關聯 是的 好了 盲腸炎 盲腸炎 會有什麼 physically 或者立刻感受到的症狀 還是慢慢來 是怎麼樣的 是 盲腸炎 其實是最常發生的外科問題之一 大部分其實都是五至十五歲的群組 但去到五十歲的時候 又會有另外一個提升 正常來說 應該都是集中在小朋友 如果大人無端端有盲腸炎 其實我們通常會看看 會不會有其他東西 令到盲腸發炎 所以基本上都會叫你照一照腸 看看大腸附近有沒有問題 那個位置 那它的症狀是怎麼樣呢 那小孩子 因為大部分都是小孩子 所以家長要比較留意 因為有些小孩子持續 都是 雖然你說現在科學很昌明 很容易看到醫生 但是我們看到有些小孩子 都很遲才去看醫生 到肚子漲了 吐了 那些腸完全不動 那他們才來求醫 那可能又看過幾個醫生 那以為腸胃炎 那盲腸炎的症狀呢 就是怎麼樣呢 通常一開始 就是肚臍附近痛的 肚臍附近不舒服的了 那慢慢慢慢 就繼續嚴重一點 就會開始走到右下角 盲腸那個位置 那為何會肚臍附近不舒服呢 因為是反射痛來的 所有你腸裡面有什麼問題呢 都是去到肚臍中間先的 反射痛 所以初初開始的時候 就會有些肚臍不舒服在那裡搓 然後你要觀察一下小孩子 其實如果所有肚臍 六個小時都不舒服 就不會完全沒有了 那你見到他 就不像以前那樣 幫幫跳 整個天吐了 六個小時都不舒服 其實你應該帶他去看醫生 那他未必一定會發燒的 那當然了 如果他嚴重的盲腸炎會發燒 那小孩子遲來之後 會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盲腸是一個很小的organ 通常都是4至6cm左右 那裡面沒有什麼空間的 那你發炎發到差不多 他就開始會爆 一爆呢 盲腸穿了 就開始流一些大便 濃出來了 那因為他一爆的時候 你附近的腸 其實是一個自然反應來的生氣 就會我們天生就是這樣 上帝做人 就會有些器官幫忙去蓋住 讓他不要蔓延到其他地方 那所以有些小腸會蓋住盲腸的 那間歇性呢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間歇性呢 小孩子以為是好一些 因為有些器官在前面 躲擋住 那你按下去 就好像沒有那麼痛 但其實不是的 他在裡面發緊 那到他爆了呢 就會在肚子裡面積聾 再嚴重一些 可能接著那些腸就開始不動了 罷工了 因為那些腸裡面 肚子裡面的肚康發炎太厲害了 那變得很像 到時候呢 才來求醫很遲 小朋友多 小朋友多 好了 接著另一期的爆發 就是去到五十歲了 是四五十歲的群組 那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那個原因都是 普通的盲腸炎 都是因為有一個 蓋化了大便 塞住的盲腸 另外我們要小心一點 就是盲腸自己本身都有腫瘤 有些是四五十歲 又下腹筒的時候 那些人一定會做電腦掃瞄的 那些人就 因為你怎樣都一定要 rule out 看看是不是腫瘤 先 因為做的方法就不同 如果盲腸發炎 就這樣切掉盲腸就可以了 如果這個有腫瘤 我們其實要把右邊的大腸拿走 盲腸會有什麼腫瘤 都是跟大腸癌的同一類癌 我們叫做mucinous tumor 它會分泌一些好像啫喱的東西出來 這是盲腸癌的特性 另外一種就是 因為有分泌荷爾蒙的癌症 這兩種就比較常見 在盲腸的腫瘤裏面 但基本上不是常見的病 但如果你說無緣無故事 就是四五十歲 七八十歲有盲腸癌 通常我們都會小心一點 我想問一個比較白癡的問題 我有沒有辦法 在好好的正正純上的時候 醫生可不可以幫我切了盲腸它 暫時就未推出這個做法 因為盲腸癌 肿瘤相對性就比較低 其實盲腸癌是少於百分之一的 如果有事 不就不要去到癌了 即是有事了 即是發炎了 即是盲腸癌 醫生就會切掉了 即是會提議 是的 如果盲腸發炎 現在的治療方法 都是做手術 因為手術其實風險係數又很低 你就可以切走那個盲腸 你說抗生素有沒有可能醫治呢 但暫時我們就不會用這個 因為盲腸 通常只會發炎就可以了 我們切去這裡 就會用針線 插上一個底層 但有些盲腸癌發作太久 可能四五天之後求醫 它向上蔓延 變成這裡的細胞 大腸附近的細胞 都會開始煤煤煤煤煤 變成你下不到針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就要切除大腸 2000個裡面會有這樣的情況 通常都是太遲來求醫 通常如果你痛了三四天 我們就會有些警覺性 即是外科醫生都會跟你說 未必一定這麼簡單 有時候有些盲腸 我們進去做的時候 是化到融化了 連條盲腸找不到在哪裡 那盲腸切除了 全部我們都拿去化炎 如果普通的盲腸發炎 那你醫好了 給了抗生素 確保你沒有再積農 細菌殺死了 盲腸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切完之後 可能細菌死不完 在裡面再積農 到時要抽出來 這是最常見的併發症 但如果你沒有這些 全部都康復了 那就沒事了 即是直接是開刀 不是說微創可以搞得怎樣 盲腸自從微創 手術誕生之後 盲腸炎大部分九成 都用微創方法做了 為什麼呢 因為普通的盲腸 以前我們就在那裡開過傷口 斜傷口 如果我剛才說的很嚴重 那些很遲來的 可能中間要開過傷口 那些是特別的 那大部分很直接的盲腸炎 都是在那裡開過傷口 那開過這麼細的傷口 其實你撩一條盲腸出來做 有時候就好像很簡單 但是隔不中 個別例子 我們都會聽到有時候 有些病發症 可能撩錯了輸論管出來 撤了以為是盲腸 那或者是有事發生 所以女性做手術的時候 是特別小心的 檢查清楚 但是你要想一下 這麼小的傷口 其實裡面看不到什麼 除非你開很大的 那自從有微創誕生之後 就不同了 微創我們直接放一支鏡頭進去 那什麼都看清楚了 所以你說有微創手術之後 切錯輸論管 或者找不到盲腸 諸如此類 那基本上就 沒什麼可能發生了 所以有微創手術之後 大部分盲腸都用微創手術做 基本上 就清楚很多 是的 雖然說好像 我小時候大家都已經聽過盲腸炎 有時候很掉以輕心 大家以為有聽錯話 總之不要不跑就可以了 不要不動 騎烈運動就可以了 搞錯了 我們其實搞錯了 然後今天很好了 楊醫生很清楚地告訴我 關於盲腸炎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留言 有留言 要問楊醫生留言 在健康蛋那裡 訂閱我的健康蛋 分享出去 我將你們的留言 遲些就祝楊醫生來回答 謝謝